澳大利亚薪酬最低的工作者将获得每周22元或3.3%的加薪 澳大利亚的法定最低周薪将会达到694.9元 在一年一度的薪资审查中 公平工作委员会会把法定的最低薪资提高3.3% 相当于时薪增加59分前至18.29 根据最新的官方消费者价格指数 在截止3月底的一年内通货膨胀率为2.1% 委员会主席罗斯表示该决定影响到了230万 依赖最低工资的澳洲人 罗斯法官在委员会的决定中指出 我们所决定的增长水平不会给通货膨胀造成上行压力 也不可能对就业产生任何的可测量的负面影响 但是这将给那些依赖全国法定最低薪资 以及现代薪资标准的员工 带来实际工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本欄目由澳大利亚绿石酒业集团 澳大利亚财富地产集团 AirPods今日宣项目联合冠名播出